看看新闻榜 这世纪八年前的《龙凤斗》之后 刘德华正绣文再度情定大一幕 默契自然不在话下 默契真的不担心了 而且我觉得虽然我们拍过好几期戏 可是每个剧本都不同 那不同的剧本其实也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 给我们有一个新鲜感 还有发挥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那不同的剧本 其实也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 在电影《盲探》中刘德华饰演一位 因工商退休的盲人探员 在一次破案过程中结识了 郑秀文饰演的《女督察》 由于刘德华这个角色和《听风者》中的 梁朝伟非常相似 因此不少观众琢磨着让两人一决高下 但刘德华说了他和梁朝伟 释出同门表演方法相似 并不奇怪 我是演一个盲人 但是我是不希望人家觉得我盲 所以我常常不会让人家 感觉到我是吓的 所以整个戏下来 有很多很多小动作 希望旁边的人配合我 我跟梁朝伟 我想我们在拍那部戏之前 都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 因为我们是在训练班学习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确实 刘德华和梁朝伟 一样成长于TVB 曾经是无线电视力棚的五虎将之一 但因为不听话 刘德华一度被血藏 还差点断了生计 但二十多年后 双方是兵事前嫌 有关刘德华明年开派TVB新剧的消息 也得到了曾志伟的证实 真是很有看透 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呢 现在是在谈剧本的地步 所有花旦 就算离开了TVB都说 我要回来跟瓦才拍 你看带动劲多长 而且瓦才第一种 我觉得他引人道德 是年轻人 是一个好好的榜样 所以他能够回来 其实能够再带动一次高潮 娱乐新天地顾宁红香港报道 在谈副本身上 在谈副本身上